所以你给我描述的基本上面 是你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为了这个男人和一份感情 留在了天津 是这意思吧 姑娘 我当初留在这的时候 我几乎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她的身上了 结果我现在真的特别失望 那你今天你想来干嘛呢 我觉得我在一起这么久了 如果现在跟她分手的话 真的挺舍不得的 然后我希望她可以 为了我改一下的 然后我想跟她结婚 就是可能是有点早 但是我就是想要她的答案 她当初把我留在这边的时候 说了是要结婚的 可到现在她只字不起 我就想要一个答案 那个结婚 我是肯定会跟你结婚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太小 我们还年轻 趁这个时候应该分到几年 就是你现在还没有结婚的打算 是不是这意思 对 对 对 姑娘见过她的家人了吗 没有 她也没见过你的家人 没有 她跟我父母就是有着冲突嘛 我就想让她回家跟我缓解 可是她就是不敢见我的父母 不不不 你看啊 她也不陪你 对吧 她还撒谎 她对你父母态度又不好 那你干嘛要嫁给这么个男人呢 别嫁了呀 可是在一起这么久了 我总是舍不得呀 怎么回事啊 我们之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们挺好的 跟她在一起的时间挺长的 除了在寝室 剩下的时间都跟她在一起 对 那个时候为什么有时间跟她在一起 现在不行了呢 现在工作挺累的 对 就工作你可以工作嘛 工作完了之后呢 回来朋友让我跟她打游戏 我想送送送吧 你这么说吧 现在游戏比她有吸引力 对不对 反正也不是 我觉得我现在有一颗爱玩的心 还没收回来 那你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你说我现在没收心呢 姑娘还回得去老家吗 回得去 回家呗 可是我还是不舍得的 不舍得什么呀 不舍得的曾经就是那个感情 她曾经还是对我挺好的 所以你现在还要哭着闹着 让她娶你是这意思吧 就是想让她对我好一点 希望她能改一改 回到从前 还喜欢这姑娘吗 喜欢 喜欢你不搭理她 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小 结婚我怕照顾不好她 行 你先不 人家先不说结婚 你现在能不能多照顾照顾人家 能 我知道我之前做得不太好 我以后一定好照顾她 抽出时间来陪她 哎呀 真是太忙了 还要抽出时间来陪她 女生还是希望能够往前再进一步 是吧 对 好 老师们会如何帮助她们呢 一起进入周比特问卷 哎呀 你说一个24岁的男孩 跟我说我还小 好像也挺尴尬 我感觉也不怎么小了 都挺懂事的年纪了 女孩就一直哭 哭哭哭 跟个怨妇似的 在一个如花一样的年纪 你刚才跟网友的那段故事 让我想起了电视剧 《离婚律师》里面有一段 女孩网恋 但你这还不到恋的程度 为什么 就是因为孤独寂寞冷啊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没有人给我安慰 没有人给我温暖 尽管我没有见过 网信那端的那个人 可是他会问候我 吃了吗 就这三个字就够了 相处两年了 他为什么不肯带你去见他的朋友 你想过吗 为什么不肯带你去见他的家人 你想过吗 为什么不肯跟你回去见你的家人 你今天来到现场跟我说 哎呀 我想嫁给他 你们离那个嫁去 还有很长很长的路 你都没有走进他的生活圈子呀 到现在还 你只是一厢情愿地觉得说 我为了这个男生放弃了老家的工作 放弃了我的生活 他认吗 这是你自己的决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想跟男生说 我们问一问所有的过来人好了 谁敢跟自己的丈母娘大吼大叫 你连他的老人都不尊重 你怎么样来尊重你们两个之间的情感 怎么样许给他一份未来呢 太漫长了这条路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 分手结束一段感情很难过 难是难 过了也就过了 祝福你们 谢谢 我很好奇啊 我问你一句啊 当时你跟你妈说你要留下来的时候 你有想到过今天吗 没有 你有想到过这个男人会变吗 没有 你有想到过今天会那么不开心吗 没有 对 问题就在这儿 没有思考 不止你没有思考 他也没有思考 就你们两个人做的所有的决定 所以我们要在一起 我们要留下来 无非就是当下我想要推动的 而不是思考推动的 也就是你根本没有想过将来 你觉得他想过你们的将来吗 你觉得他考虑过你们未来的家庭 是什么样子的吗 都没有吗 既然如此 我很好奇一件事情 你凭什么说我把未来交给了他 你凭什么说我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 大家都没有想过这个将来 然后你说我把将来交给了他 事实其实很简单 你的未来不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存在 或者不在 而消失 你的未来是取决于你的抉择 你的选择 刚才赵川老师问你的时候 你就说 不舍得 你不舍得是这段感情吗 你不舍得是你之前付出的时间吗 以前付出那些东西 一想到我跟你分手了 以前那些所有的事情我都损失掉了 特别讨厌这个 但是你再想想你的未来 你24岁 60年70年的未来 和跟他在一起那几年 哪个损失的更多 我倒是认为你 应该有一点骨气 有一点承担能力 因为到最后 你的将来 不是抓在他手里 也不是抓在你妈手里 更不是抓在我们手里 是你自己的选择